這角色就是這麼簡單 它每秒會恢復2%的生命值 永動技的存在 一技能貼上去普攻下去 觸發聰明游想 那再搭配二技能 黏著等於是你一次有兩個生命插傷的效果 還是這隻角色是天無敵的 大家好我是班尼 這次帶給你們是莫托斯的實戰教學影片 帶你們如何好上手 利用角色的支撐優勢 找到100%的騷擾效果 技能解說 被動 恢復 恢復是每秒恢復生命的2%最大值 這就是我們最最關鍵的一環 一技能 一技能 它帶有自身加速的30%效果 以及沉默1秒英雄的效果 被上到印記的英雄 5秒內技能加普攻 我們就可以造成它1%的魔法傷害 二技能護盾 它是自身的5%生命值所產生的 可以造成自身範圍內的持續傷害 我們是拿來搭配一技能所使用 就是可以譬如說 看到對方英雄就是一技能先貼上去 二技能就可以範圍的傷害 黏著它可以持續造成它魔法傷害 3 大絕 擁有擊飛的效果 技能可以造成生命的最大值14%魔法傷害 我們是可以拿來用追擊使用的 技能解說完畢 當然就是魔紋囉 也是取決於成功當一個怪屬組的要件 卡之庇佑 利用免傷的效果搭配塔殺 加速癒合 也是利用我們被動恢復生命的效果 跟二技能的護盾 我們可以拿到最高的效益 再來叢林遊俠 莫托斯玩得好的關鍵所在 奧義就不多說了 全坦克奧義 九金生一暴怒 五庇佑五精靈 當然你中間也是可以篩個五次殺 看你個人的取決 那後面再塞十個英勇 這就是魔紋加奧義 哈囉大家好 這就是我的實戰教學影片 今天的我是跟陽明做雙排 那他是射守衛 那我們一開始呢 因為剛好有電話gank 所以我們沒辦法做強勺的動作 但是莫托斯他的優勢是什麼 他每秒會恢復2%的生命值 所以你一二等換起的時候 其實完全不用害怕的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他們對面的中路是有被我上到印記的 我一直努力的在搭配普攻在做輸出啊 可惜的是 我沒有二技能 我如果有二技能是一技能上到印記 二技能的話可以做持續輸出 可以造成他的魔法傷害 那關於換血的部分 其實瑞克打莫托斯是完全沒得打的 因為他打不中我 而且我的回血能力又極佳 可以看得出來其實瑞克就是要被我追著打的 其實不管你是一等兩等十五等 遇到都是一樣的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蘇一開始就是有壓著兔子在做擊殺的 可惜這個狙殺是沒狙到的 但沒關係這時候我在幹嘛呢 我們利用被動拖戰 觸發那個叢林遊俠 我在累積那個叢林遊俠 你們看得出來嗎 就是我們盡量普攻 不要打到那個小怪身上 我們留給英雄 有沒有看到 我們上印記上到甲蟲 但後面擊殺是我們叢林遊俠觸發到所擊殺的 所以莫托斯他的普攻 我們盡量不要去普攻那個小兵跟野怪 看到英雄就上去 一技能直接貼上去 打他一下 我們就往後拉 然後我們這時候咧 都可以利用我們自身被動回血效果 我們慢慢回血 你可以看得出來吧 基本上我們就是一個 永動機的存在 不露頭 既可以回血 還可以累積我們的叢林遊俠 就是冷卻CDR 那像我們有上到印記之後 我們可以繼續往後拉 我們看到 給視野 蘇跟莫托斯是一個搭配的組合 因為我完全血線是很足的 我們可以一直隨時做卡殺 你可以看出來這兔子是很無奈的 基本上遇到我們這種雙排的話 一定是抱現的 那莫托斯這時候要做什麼呢 我們盡量就不去做普攻的動作 我們一樣 因為我們只要普攻進到戰鬥的話 就是會少了叢林遊俠的效果 那你可以看出來 我基本上看到人 就是一技能貼上去 二技能開著護盾 我們可以造成他兩種的生命怕傷 一就是叢林遊俠的嘛 再來就是我們一技能 搭配二技能的生命怕傷 所以我們一次可以造成兩次的生命怕傷 那你可以看到兔子 我的叢林遊俠是留給他的 大絕一個插上去 一技能再貼上去 基本上兔子 就算有人保的情況下 他也是非常的難受 然後 我們就是一直這樣持續做輸出 做塔殺 你可以看到我們帶來是塔之比 所以我們的坦度是很夠的 這邊我們的蘇 應該是可以活下來 因為他四等時候 沒有點到大絕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這個一個小失誤 畢竟揚敏是一個搞笑的 那我跟各位解說就是 你們的小技巧呢 就是你看到我一技能貼上去 畢竟是羅爾啦 如果是其他中路 我可能就貼著一技能 二技能貼著他打 但如果我們就是利用被動我們叢林遊俠 墨托士玩得好的關鍵就是我們利用那個叢林遊俠 然後我們敲一下一技能 二技能貼著 OK好往後拉 往後拉 然後我們在脫離戰鬥之後 我們再累積那個叢林遊俠 等下一波的時候 我們再往前貼 一技能再往前貼 你可以看出來我們的回血量 滿滿的 但對手是承受不住的 應該是說這局的兔子是已經完全爆掉了 你可以看出來 他打也打不動我 前面我也不怕亥犽 就算你今天對抗的是輸在對手好了 也是一樣照我這種玩法 一技能貼上去 一技能貼上去 普攻下去 觸發叢林遊俠 那如果你覺得你坦度夠的話 那再搭配二技能 黏著 做生命趴傷 等於是你一次有兩個生命趴傷的效果 你可以看出來 我們這邊根本是完全的輕輕鬆鬆做擰壓 利用被動拖戰 然後每秒回復2%生命 然後叢林遊俠 因為像沒有人的情況下 你就叢林遊俠可以打掉 沒關係 那我們這隻角色也不用怕換血 因為我們每秒回復2% 所以前面基本上 他這隻角色是偏無敵的 貼著有沒有看到 印記上到叢林遊俠 一技能再貼著 這角色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可以排難易度就是大象第一 那第二就是莫托斯 你只要血線控制的好 再來叢林遊俠你拿捏的OK 就是我普攻之後拖戰 那再等下一個叢林遊俠 大概就是這種迂迴的檔 那再來譬如說外塔都拔掉的情況下 我們還有沒有辦法這樣讓 當外塔都掉的情況之下 我們相對會比較危險一點 那我們要怎麼讓 我們可以讓 但取決就是我們瞬移跟清新 其中一個還在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保證我們不會死掉 大概就是這樣子壓線 譬如說好我們上路轉圍線 我們就往下壓 一樣我們可以給蘇四眼 我們不一定要漏頭 我們可以給蘇四眼 然後誰來我們就是 一技能先普攻下去 那如果太遠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直接大絕先貼上去之後 一技能普攻二技能往後拉 因為你可以看出來其實羅爾這種角色的話 我們不用跟他拼一波 我們跟他玩騷擾的 你要記住 莫托斯是玩騷擾的 因為今天你把他打死跟把他打殘 那我覺得把他打殘會更好 因為在打殘的情況下 他塔勢必要掉 但是如果你硬要塔殺的情況下 我們畢竟不是什麼順傷的角色 我們會有點危險 而且我們搭配蘇的話 蘇我們給他視野 他做狙殺 那我們搭配一技能二技能 跟叢尼優下的情況下 我們的消耗能力是相當之強 相當之強 所以我這隻角色很建議搭配 譬如說你可以跟射手雙排的情況下 基本上可以保護你們的雙人線是無敵的 基本上是無敵的 但這角色有個弱勢就是 當你的隊友沒有達到相對應的話 你這隻角色就會玩得比較 疲法無力一點 因為 因為這角色就是平局跟順風很強 但是當你逆風的情況下 這角色沒有空之際 他就是完全是一個肉包組 所以我建議各位 如果要玩這隻角色的情況下 雙排會比較好 譬如說搭配中路或搭配射手 那我們可以把莫托斯玩到最大化 那莫托斯玩的關鍵好的就是 你第一 你的叢尼優下控制得好 那再來就是你血線的拿捏 就是可能半血一下 我們就不要皮了 但是如果譬如說半血以上的話 我們可以一直做騷擾 譬如說我們可以做塔殺 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我這場莫托斯是很舒服的 那瑞克是完全 拿我沒皮條 而且這三隻 淋在我一起打的情況下 是不太痛的 但是後期是會怕的喔 很多觀眾會說 那班尼這角色會不會怕亥犽 有沒有輔助不怕亥犽 我只能說任何一隻輔助 都懼怕亥犽的後期 但是前期呢 亥犽也是拿我們沒有皮條的 那這隻角色一樣 不管是兔子還是亥犽 前期的話 一樣照我這個玩法 我們一樣搭配做塔殺 我舉例一個畫面給你 譬如說他在塔下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一技能 衝下去塔下 大絕按下去 普攻下去 我們就讓他半血 基本上莫托斯前期的技能傷害組 是這麼痛的 他就是半血 那我們就這樣 一次兩次 那他就回家 那他塔就掉 我們可以拿到優勢 而且前面亥犽點人的話也不痛 對手是輸也是一樣的效果 但後期的話 就會比較懼怕這些射手 因為 畢竟他們的切坦裝備都起來的情況下 那我們怎麼利用前期拿到這麼大的優勢 讓對手沒有發育的機會 其實這場你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這個消耗是非常的強 那希望我們的莫托斯 是可以推廣給大家 我覺得 簡單好上手 就簡單好上手 你只要拿捏著你不會死 然後從尼優俠我們去做消耗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擔任莫托斯神 那這次是我的教學影片 感謝各位